歡迎收聽子瑜生活234 直播的聽眾觀眾朋友陳其邁來了 大家好大家好小柏所有的聽眾朋友大家午安 應該是晚安了 這是晚安對對對 沒問題沒問題 因為你現在選舉所以是日夜顛倒的狀態 回來快樂很開心 歡迎我們的市長參與這個好選領 努力中 謝謝大家好 OKOK那要不要先跟我們聽眾朋友自我介紹一下 瓜哥自我介紹我的其邁是大家熟悉的陳其邁 正在努力參選市長 今天特別來跟所有的聽眾朋友聊聊天 希望說大家可以給我很多的意見 我可以好好的再努力 好OK因為你今天要來我很緊張 不能這樣說 因為我來之前聽說你是之前有做這個地下電台 對對對所以我想說哇電台圈的學長學長來 然後我剛剛來之前我就先在臉書上發文 問大家說欸我待會兒要採訪即邁 啊有沒有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 你怎麼知道快樂電台怎麼來 欸我今天怎麼來 快樂電台 董事長是跟我說要帶給大家正面的能量 喔沒有啦那是沒了 我那個時候在民國82年的時候 我兩歲的時候 你兩歲喔 啊那我就真的你們阿姐了 哈哈哈哈 那個那時候我們創一個地下電台 叫藩屬電台啦 喔 啊藩屬電台就是體制外嘛 對 那個時候算東華嘛 嗯嗯嗯嗯嗯 他的半年就是批判國民黨的角色 對 啊所以李威全世界那時候 哇真的 國民黨就派警察來炒台啦 炒過六次啦 嗯嗯嗯嗯 啊我們那個時候裡面有一個節目叫快樂特工隊 快樂特工隊 啊快樂特工隊有什麼呢就有主持人齁 他就是 都在上班的時候卡丁在市政府齁 啊因為民怨嘛齁 是 反應嘛齁 對對對 然後那個時候你知道那個時候市長是吳敦義 對對 啊所以 因為那個時候還是早期威權時期嘛 所以公務員就會比較 官僚一點 對 啊所以 他就直播 他電話打進去市府就直播 啊有的公務員就 態度就比較不好嘛 對對對 啊就 幫幫大家聽啊 對啊幫幫大家聽啊 都直播就出來了 啊所以要 吳敦義市長就喊人齁 說吳那有快樂特工隊的卡丁來 你要洗字 啊後來 因為我們衝撞 媒體後來就 媒體就 後來就 打破媒體壟斷 對 那後來就 被 在民意的壓力之下就開放電台申請 啊所以那個快樂特工隊的成員就去成立一個叫快樂電台 哦原來是這樣 有的歷史 所以那是你兩歲的時候發現 對對對 那所以現在電台就 呃 就很多嘛 嗯嗯嗯嗯 那現在 現在有一些媒體 網路媒體像Podcast 對 他們那天我上節目 台通嘛 啊台通 他們就問我說 啊這個什麼叫發射機 什麼叫電台 其實是在早期啦 就像我們現在快樂電台大家可以自由自在的講話 嗯嗯嗯嗯 你想講什麼都盡量打電話進來都都可以 啊對對對 言論自由嘛 沒有錯沒有錯 可是剛講說就是我兩歲的時候你在用這個電台 所以真的是 我現在算上座的啦 真的是 一隻啊 哈哈哈 真的是一隻啊 可是我想要有一個很不好意思 我剛剛沒在帽 就是想問一下這個 就是說 欸因為你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還好啦 真的嗎 還好啦 我剛剛問 叫我吃麥 麥麥啦 喔 對對對 麥哥 屬於你叫啦 屬於你叫啦 我叫問我 等一下 我說你怎麼這麼沒有理由 我媽有在聽喔 哈哈 對啦 沒有我是想要問說就是你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當然就是說 一些不管是產業的政策 經濟的政策 政策是完全就有嘛 但是政策裡面也有采對說不同的這個族群 對 但因為我前陣子看到李梅珍開始也叫你竟 他開始叫你麥叔叔 還叫你麥當勞 麥當勞是真的有創意啦 但是我想說他感覺是想要跟你做出一個區域 可是他是年輕人但你不是 你要怎麼應對這個辦法 沒有啦 其實喔 這個 因為我們過去學院啦 還是核心運動嘛 是 社會運動 我們都有參與啦 像廢除刑法100條 對 或者反媒體壟斷 嗯 其實我 我常常在 最近在反省 最近的一些 台灣社會的一個變化 對 其實我們現在年輕人很不簡單 我那天去那個 銅鑼灣書店的玲瓏基嘛 那就是 簡單講 後來就是因為 反送中運動後來來台灣嘛 很多現場的年輕人那種講話 那種條理邏輯 還有組織行動的能力 都比我們過去強很多 哦 所以現在年輕人 是江山自有這個人才出 從318學院到 這個反送中運動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台灣的年輕人 也不是說現在啦 其實這個時代的必然 在獨領風騷 在改變這個政治體制 改變政治文化 整個社會的結構 都是年輕人在帶頭啊 的確是這樣 都是年輕人啊 所以 重點是在於說是想法啦 對 你假如你的 想法是裝著 這個封建時期的 衛權時期的腦袋 那你怎麼說你是年輕呢 你不要再說沒真了 你再說沒真了 我沒有說 好啦開玩笑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這個 年輕人是時代的眼睛啦 看得到 感受得到 另外就是說 我政府跟林非凡做會啦 是 他在做一件事 我覺得很趣 就是說 我在回想說 318學院的時候 他怎麼會衝到立法院啦 你一般像在衝撞體制的時候 他像在立法院 我相信他在來 不知道他會成功 對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 我們公共大 所以 在改變這個整個結構 或者是在推動社會改革 其實 你不是只有 這個年紀的問題啦 你還必須有很熱情 而且要有決斷力 你要很有決心去做一件事 這個才會成功 是 所以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年輕人 不簡單 這個 我們台灣 從 反送中 到現在 守護台灣的民主 到霸函 都一樣 這個 大家 我看小博在講話 我想 太厲害 太厲害 厚生可慰 厚生可慰 都是在快樂電台唸出來 我看WeCare很多的年輕人都很棒 公民歌潮 大家民間的活動 積極的參與 這是主導我們台灣社會改革的力量 尤其在 在面對中國的崛起 守住台灣的民主 這個是 很不簡單 我很佩服 對 了解 不過 就是說 我們說到年輕人的時候 會說 年輕人當然是有理想 有衝勁 然後有很多的想法 可是其實有時候 在那個現實的落差 現實跟理想之間的落差 那個部分還是要彌補嘛 比方說 比如說我們在講的 就是說 我們大家很常講 要讓台北的年輕人回到高雄 要南漂什麼的 可是 南部這邊如果沒有一個產業 可以把他們給留住的話 那的確他們也回不來 就是說 他們就想回來 但是回來 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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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沒有辦法 所以我後來去看了你的 這個產業政策裡面 你有提到說 我們要做一個什麼 半導體的製造 生產中心 還有一個亞洲的一個什麼 高階製造中心 對對對對對 那是 你想要把高雄的產業整個翻新嗎 因為我們高雄都交換到天 這個就是傳統產業嘛 對 那這隨之來就是 我們要付出我們環境的成本嘛 空氣啦 水啦 因為都耗水耗電 所以當然耗能 空氣當然是不好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生產產業 要做一些結構性的一些轉型 跟我們說就是說 你像半導體來講 我們台灣 站在一個絕佳的時間點 像你看我們台積電 國標蓋那麼多 昨天的股市收盤是12686 從下歷史新高 其中貢獻最多的台積電 因為美國的ADR因為疫情 然後ADR補漲 那未來 未來十年內 我的判斷 因為我在行政院就是 在負責這些高科技政策的政客 我們的半導體有三大領域啦 一個是我們的邏輯晶片 就是台積電 那最先進製程的廠是在台南 那他三奈米廠需要土地 所以我在行政院就幫他們解決 看溪農場 南科三期的土地 所以他以後三奈米 兩奈米也都會在那邊 那我們的日月光是做這個封測 那華邦是做Dram 那另外還有一個 現在全球第二大廠的 Dram的大廠也要來投資台灣 那我講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你那個邏輯晶片 這個邏輯IC 你三奈米的 你封測的技術也要三奈米 對不對 你的封測技術沒有到那裡 結果你邏輯晶片三奈米 那你Dram也要做到奈米級的 簡單講是這樣 那個邏輯 所以我們叫一指整合 不同三大領域要怎麼樣去整合 這個假如那一家國際大廠來台灣 投資因為正在洽談 來台灣投資之後呢 那台灣在半導體的領域 我們叫做先進半導體製程 這個我們就會獨步全球 我的估算 我的估算 至少我們在這個製程會領先全球 至少是十年以上 所以未來韓國廠大概看我們的尾燈 大概都會看不到 所以我們的技術就要保持領先 那其中在高雄的部分就是日月光 它也有土地的需求 所以我在行政院的時候 我們就推動一個叫大A plus計劃 A是什麼 A就是台積電 Plus就台積電升級 那大A plus就是國際大廠 就來台灣投資 那喬科有土地 那南科我們也幫他解決這些 五缺的這些問題解決 那未來最先進的半導體製程 就在南部 所以未來台南高雄是一個 就半導體的製程來講 是一個高科技的群聚的聚落 可能我相信在未來的半導體 調理的製程裡面我們台南高雄 就會逐步的在這個技術上就會 超越台中或者是新竹 就製程來看 那這個部分是你原本去行政院 就想要之前就想要做 還是說進到行政院之後 就是覺得好像可以來往這個 我在18年的時候就提到喬科 然後提到半導體的聚落的這個事情 那這個速度加快是因為 中美貿易戰的科技競爭 原來是貿易什麼稻米啊 小麥啊玉米啊汽車關稅嘛 後來就是變成5G發尾的科技競爭 那我們的硬體 5G的硬體 我們本來在很多的供應鏈來講 像我們的核心網路 橘端或者是伺服器 各項領域我們在硬體大概都是冠軍 已經是全球第一名 那也有很多的 包括的應用服務 是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勢嘛 對 因為包括5G的邊緣運算啊 或者是我們在講的這個伺服器 怎麼樣等等這些 怎麼樣做一些虛實的整合 加上一些5G的一些應用的一些軟體 所以我在行政院 到行政院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就把5G的招標往前提了半年 往前提了半年 那我們就我們的軟體業者 給我提前進去佈局嘛 所以我們就不會 等到說我們5G進去的時候 其他國家的這個5G 不管是應用服務 其實人家都已經有solution了 我們才進去 那這樣我們會過後其他國家 所以我們要超前部署 那先進半導體製程 5G跟人工智慧 是三大台灣最有競爭力的 這個未來的這個 要發展的這個產業 所以我們就 在院我們大概已經部署好 要吸引這些大A plus的大廠 國際的大廠來台灣投資 那所以我就希望說 我在行政院服務 這些工作的經驗 那未來希望說這些大廠 這些大的這些投資計畫 就可以投資考雄 那我們高雄就可以在 翻轉我們產業的時候 至少在高科技領域這一塊 那就可以很快速的 能夠搶得這些 國際大廠的投資 這個對我們來講 就會有更好的機會 其他的 像半導體的製程來講 其他不管是在新竹以北 那相對我們這些 都是新的這些製造工廠 其實我們競爭力會更強 OK 所以有點像是說 不要再去負 有點像是說 在這個全球重新布局的時候 你要讓高雄 去跟新竹做不一樣的分工 這種供應鏈的重組 會發生在最近的三年內 其實已經在發生 所以我在行政院服務院長 要卸任前 也跟某一家國際大廠 就舉行視訊會議 他們覺得不錯 他說台灣本來他跟新加坡 還在選擇說 到底要去新加坡還是台灣 後來他就開始講疫情 說台灣做得很好 他知道行政院是我負責 他對台灣有信心 覺得我們政府的效能 在這幾年其實是非常有效率 而且對於半導體產業的聚落在台灣 是非常非常的成熟 所以投資台灣是他最好的選擇 所以他就要加碼投資台灣 那我當然是希望說 他的佈局裡面 在台灣的佈局裡面 也能夠選擇高雄 一部分 要選擇高雄 因為他在台灣已經有其他的投資 但是至少 我們把我們的五雀的問題解決 那台南的台積電高雄的日月光 那對他來講 他假如要究竟的跟這些供應鏈能夠 更緊密的結合 那自然高雄喬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們當然有跟他談到喬科的事情 真的不會是偵測控 你知道嗎 我跟你爆料一件事情 就是 你知道通常政治人物要去上節目有沒有 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比較偷懶 他們的幕僚就會開始 比較擔心的就會說 這題可能不要問 這題可能不太好這樣 你知道你的幕僚 不是來跟我講這些 你的幕僚是來跟我說 不要讓他聊政策太久了 不然你們兩小時都聊不夠 我那個高階製造還沒講 簡單講就是傳統產業 沒問題可以可以 簡單講就是傳統產業轉型 我們的扣件像螺絲 航鈦 衣材 或者是我們一些 這些相關的這個金屬材料 其實我們都 我們在全球已經很強 那現在傳統產業都在升級 那樣讓我們的這個製程 能夠智慧化生產 然後那接下來就整個工廠的數位轉型 附加價值要提高 因為你解決工廠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 像東台 他是在做智慧製造 他的設備廠商 東台經濟 對東台 然後他在做精密機械 對對對 然後跟我們的光陽機車 其實他們就在把我們的光陽機車 在高雄很大的一個傳統產業 他們正在合作把它的產線智慧化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其實都已經在發生在我們周遭的生活 對 尤其在我們的製造業 所以這種智慧製造 然後加快我們的這個製造的這個流程 生產率提高 糧率提高 因為你不要覺得說糧率沒什麼 像我舉一個 那個營運的 那個營運的 火電機的 噴射機有沒有 那個葉片 對 那都要設定參數去抹 對對 那很準的 那你如果沒問題 要倒倒不起來 有一點誤差 那整個 那材料幾十萬幾百萬 而且會被推動 那整個都等到角 所以提高糧率 帶一些精密機械來講 像飛機的那種引擎的套件 或者是貴重金屬的 像是人工關節 那個都是要誤差非常小非常小 那這個都是需要 智慧製造的 這種技術 你才能夠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一樣的材料 你如果做得出來 量率提高 你的身份 就省很多 你就賺錢嘛 你就有競爭力嘛 啊所以 我們做梯子 不能跟我們做路線 趁近的嘛 你有中國的跟你競爭嘛 對 你可以做的做朋友 所以 你就要往高階的製造的方向走 我們高雄 你看我們的印刷電路板 我剛才說的 擴建 航太 衣材 這兩條有關的 我們高雄都很厲害 我市長就是 趕緊把這個技術 媒合這個平台 讓我們的傳統產業能夠轉型 這個很重要 我之前的公司就是要做 印刷電路板的設備 你就應該是 大發工業去 大發工業去 對對對 就是 對 好 總之 所以你剛講那個我想說 就是大概在我的那個 生活圈裡面會聽到這樣 但是真的很少 應該說 我覺得高雄的產業 也是遇到一些困境 就是說如果我們升級 升不上去的話 我們就會變成 我們永遠只能去找一些 比較相對的 成本比較高 或者是利潤比較低的 這種客戶 但是你這樣 這樣不是 不是辦法嘛 你總是要在美中的那個 這個過程裡面去找到一些 比較高端的 附加價值的東西 是啊 所以我要回來 高雄的時候 要是 行政院副委長 AIT的立處長 他就來看我 他談了一件事情就是 在談 在印太的戰略裡面 我們台灣的這些 戰略性的這些產業 我們怎麼樣加強 跟美方的這個合作 他其實簡單講 就是 我以半導體為例嘛 你看現在美國也叫 台積電話去美國投資 有哪個米藏 當然是新本館 但是對美國來說 他們的口罩有嚇到 供應鏈 融噴布 各種材料等等 你欠一個人你就不行 所以現在美國跟中國的貿易競爭 你科技類的部分當然是很重要 你參加的是中國的紅色供應鏈 或者是其他的這種歐美的民主的聯盟 對於你產業未來發展就非常重要 所以美國當然要挑選他的一些戰略性合作的一些夥伴 像我們的台積電啊 日月光這些大廠 這種先進的技術 這些關鍵的這些 不管是半導體 或者是晶片等等這個部分 當然 對美國來講這個是屬於他國家安全 跟他的國家利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對我們台灣來說當然是有幫助 因為我們除了中國以外的供應鏈裡面 幾乎各大領域的智風訊的產品 我們台灣在硬體的部分都是全球第一嘛 對 我們有很多很強的廠商 這是台灣的第二 沒辦法取代 還有一句說這樣也會比較安全 因為你看 萬年如果台灣台積電家的製程 因為三奈米後面是怎樣呢 車 這個智慧的交通 車啦 手機啦 各方面領域一定會用到我們 這個晶片一定越做越下 然後越節能 效率越高 這些製程上的一些專利技術 大概重要的都是在我們台灣手上 這是我們保護台灣很重要的東西 這也是一種國防 是啊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在這裡先進個廣告 讓來賓喝個水 然後我們待會廣告之後繼續回來 夏季美雨季節結束 即將進入颱風旺季 勞保局從今年五月開始 開放勞保網路申報服務 申辦單位可於颱風 蚝雨等天然災害停班 之次一上班日 透過該局網路服務系統 申報追溯於停班日到離職之員工 加退保 減少公文 往返 並及時保障員工權益 勞保局 勞保局進一步補充說明 今年積極拓展網路服務內涵 利用數位科技提升服務品質 如今年一月起 開放投保單位 可於員工到離職日前十天內 於網路預約加退保 五月起開放天然災害停班之投保單位 可於線上辦理追溯加退保 六月起開放線上申報 預應留職停薪單筆續保 批次作業已開放等多項辨明措施 希望投保單位以網路取代馬路 減少文書往返及周車勞頓 結成歡迎投保單位 趕快申請成為勞保局的網路申辦單位 可上網至勞保局一化服務系統 參考申請流程及下載操作手冊 以上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廣告 交安1.0 來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交安1.0 我是Angel 今天台灣當中呢 我們是很開心 邀請到的高雄市檢察局 前庭分局交通組的組長 黃國鋒組長來到現場 組長你好 Angel美女好久不見 各位聽眾大家好 替我們解惑一下 跟我們聽眾朋友說明一下 行人常常忽略哪一些狀況 地數發生高的 行人 因為行人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橫越路口 其實我們都知道有紅綠燈 那行人其實在橫越路口 最重要是要去走這個行人穿越道 就是我們說的斑馬線 我們說的斑馬線 但是你在走這個行人穿越道 你也是要跟著這個燈號 就是我們說的紅綠燈 你也是你要設定的時候來橫越 有的人是怕說 他怕斑馬線 他想說他心靈慢慢走 他有在注意 他就變成說他沒有在注意這個燈號 就這樣橫越 變成是行人也有可能的闖紅燈 這個部分他會這樣做 另外行人也怕說 他沒有走去那個路口的斑馬線 他在這個路段 路段他就隨便的穿越 譬如說他沒有走去這個行人穿越道 這個路口 他在這個路段的中間 他的穿越 我們是這個交通規則有說到 這不能隨便從這個路段這樣穿越 所以這個要請行人 要知道這個部分 好 提起我們的條件朋友 一定要注意喔 感謝我們黃國鋒組長的說明 謝謝 交愛1.0 感謝 下次再見 拜拜 歡迎回來子瑜生活234這部時間 我是朱祺琳 張柏洋 張小柏 今天節目很榮幸可以邀請到 參選高雄市市長選舉的陳其邁 前行政院副院長來到我們節目 歡迎他 大家好 OK 那這個第二節我們一樣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叫做 陳其邁問到寶 所以 問到寶 對對對 所以這個 你事先都不知道我們訂這個主題對不對 好 那我就要來繼續問到寶了 對 這個想要問 就是你這一次選舉 你有推測一下 就是說我們正常選舉 都是你自己的相比 好 但你這次怎麼會有一隻貓出現 我有看到你在 古山 我看一下我記得 我記錄是古山 渡船頭跟草芽道 的看板是你的貓喔 對對對 喔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其實這是年輕幕僚齁 對 年輕幕僚常常常都在問我家裡 那裡而已 問小米怎麼怎麼怎麼 是 這次選舉大概都交給我們的幕僚 在張羅 那我那天就問他們說 欸 那個 做一種 那種 什麼說 就是 就是拍MV啦 簡單講 你會看我們怎樣 他說 我的幕僚跟他說 我不知道 他說 那個是長輩眼中的年輕人 那個不是年輕人 眼中的年輕人 那你年輕人在關心什麼 他們想什麼 他們都先 年輕人其實就是生活嘛 你要跟他們打成一片 你要先了解他們的想法啦 你說你看 你那個小米啊 或者是香港的問題 對 對 或者是 他很關心一些進步價值的一些議題 那本來這個我們就長期在做嘛 對 其實這個才是真的重要的事情 所以就說 那小米 連小米看起來應該是比你還瘦翻你 所以他們就 他們就尊重他們啦 他們問我說好不好 我說OK啊 你們覺得好就好啊 那我們就 把我們家的小米 假如大家覺得還可以 所以跟我們生活有關 那其實他也是我們 我們家生活的中心啦 喔 因為我們當年齁 在看大家都生活 找個小米在哪裡 對對對 我看你直播都會 他都會出現 所以當年都會 要注意看小米 所以這個是我家的生活 的一面 那你全局會不會忙到 都沒有時間照顧他 或是跟家人相處啊 欸 那當然沒辦法 真的 起電的時間是別人的嘛 所以當年看 他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防疫他更忙嘛 所以 就比較沒有時間跟小米 所以那天直播被他 咬得一塌糊塗 拿那個肉泥給他吃喔 他直接咬你 在賄賂他 他還喔 他吃完就咬我 是我沒有進到做 爸爸的手 他有趣啦 但你會覺得那個嗎 就是會覺得有點遺憾或後悔嗎 就是我覺得從政就是這樣嗎 你勢必要在家庭跟事業上 選一個 其實是這樣啦 你就是說 我們當然是時間真的不夠啦 你如果防疫的時候 差不多沒辦法在台北嘛 對 那個是 我常常在講說 在行政院工作是一個高壓的工作環境 你從早上到晚上兩點 我那一天 欸 我跟陳建仁老師 我去看他嘛 因為他去中原院工作 我就看他說 欸老師你最近好嗎 然後我們在回憶的時候 想到說我晚上常常一兩點打電話給他 然後呢 沈榮金部長 現在是副院長 對副院長 為了口罩的事情 我大概跟他通話大概兩點左右 就是 這個都有紀錄可查 就是要等於弄到半夜還搞不定 我跟陳時中部長到晚上三點還在通電話 我記得是在除夕那天晚上 跟大年除夕喔 都大概到兩點左右 兩點三點 因為那時候最嚴重的時候 最嚴重的 因為趕快開始嘛 你要建立制度 在setup那個整個防疫的制度的時候 真的是很忙 壓力很大 那所以你自然而然就回家的機會就會少很多 這個沒有辦法避免 但是也因為說政府 我們有政府會做事啦 簡單講是這樣 所以蘇院長 你要求很到位啦 雖然他現在是2點0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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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求都是一樣 一定要到位 就是嚴格 就是嚴格 那我的個性在做事情 我也會壓時間 譬如說我也要求部會的時候 那你告訴我 那個居家檢疫的我們的大書記 你什麼時候可以做好 鑽石工作要進來的時候 來追這些接觸者的時候 我就要求一天要做好 你知道一天就等於說 他們原來三天做得到的事 一天要壓縮做好 就是意味著說在 防疫的時候是24小時在工作 所以這五大電信商 我們在麻煩他們配合的時候 就大家都很忙 所以就忙完了 那追蹤這個居家檢疫對象的時候 也大概都是最多啦 我舉一個最多 一天歐美疫情的時候 一天五萬五千人在線 就是在線上我們在追蹤 五萬台北市是一萬人 對 那台北市一萬人的意思是說 你看他八百個里 對 那一萬除以八百 一個里長你看一天要打幾通電話 那你更不用提警察局 或者衛生局的那個 所以在緊繃的時候 也好在說我們大數據防疫 然後民眾也非常支持政府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疫情控制下來 到現在 我們在社區傳播的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為止還是零確診個案 這很不簡單 其他國家來問我們怎麼做的時候 都覺得我們台灣真的是很了不起 你跟你兒子講話的時候 會突然切到聊政策嗎 不會啦 因為我剛剛想說 我其實是想要 我剛剛其實本來 這個副院長 我剛剛其實本來很想問你的心情 我的小孩沒用那個時候 但我覺得這樣很好 就是你是一個 我大概就會忘掉你剛剛 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但你自己工作 你會覺得自己是個工作狂嗎 或是家人會覺得你是一個工作狂嗎 應該是大家都會覺得我是工作狂 那你自己會這樣覺得嗎 像我自己就還好 但別人會這樣講 我的時間都是待工作的時間 我其實工作睡覺工作睡覺 所以才會被人家叫副院長 提新聞說 你坐著開會吃便當 連吃飯的時間都要開會 在行政院大概一個會一個會 從早上八點半的成會到下班大概八點 我常常在行政院跟我 通常我都有可能是最後一個離開的政府觀念 因為副院長比我早去 他都早上五、六點就去行政院 他是睡在那邊吧 我沒來他沒來 他早上都早上去行政院 我看你 但是我看你走 但行政院就跟蘇院長 你知道跟蘇院長工作壓力很大的 蘇院長有在看喔 跟我工作壓力也很大 所以我其實都是一種甜蜜的負擔 因為為人民做事嘛 很開心能夠把疫情控制的還好 雖然不能掉以輕心 但是至少我們守住台灣的健康 幕僚會覺得你工作的時候是一個嚴肅的人嗎 還是你是一個就是交辦完之後 剩下過程不管 但結果要交出來這樣 這個不用講啦 我會要求事情都是要到位嘛 因為我常常的觀念是這樣 就是說你今天你在防疫 你退一步說你選擇說 你就稍微放鬆一點 那退無可退嘛 所以當首長就是要要求嘛 因為有責任嘛 要把事情把它做好 所以我那個時候跟健保署李博章署長 除夕的時候我舉例啦 我應該是在大年初一晚上打給他 你那時候有跟家人吃營業飯嗎 除夕晚上有 但是大年初一完我就馬上又上台北 然後就來來去去啦 但是主要工作就不能放掉 就是早上工作然後晚上才離開台北回來高雄睡一下 然後得天又去 我記得那一天是大年初一 我打給李博章 已經晚上十點 對 然後我跟他要拜託說 那個博章兄署長 我們把那個入境資料跟健保資料連結嘛 那醫生就會知道說 他有去武漢 病史 因為你不能用發燒篩檢 他跟SARS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用他的旅遊史 那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論可能要三天左右 因為同仁過年找不到 要叫他們來就很困難 我說拜託不行 我說一天會有一萬個大陸去旅遊的這些國人同胞回來 那時候還沒邊境管制嗎 那個時候印象好像還沒吧 應該開始了吧 但是還是陸陸續續有回來 要看地區 武漢或者是其他的地區不太一樣 我們進來的國家也有別 所以你進來那個時候陸客 台商回來大概一天大概一萬人 因為過年嘛 大家要回來 那一萬人你三天就三萬人 三萬人到社區就跑掉了 那你就抓不到嘛 所以我說那拜託就是一天 那隔天大年初二他就把同仁找來上班 出三我們就上線 就花了一天的時間 那是在過年期間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種責任感 對 一種責任感說我當行政院的副院長或者是署長我們第一線防疫人 其實大家的心情都一樣 那我回來高雄其實我的工作態度就是一項就如此 因為投資高雄發展經濟我們都要跟時間賽跑了 我們要展現我們的效率嘛 讓大家說這個市政府對我們的投資是歡迎的 也願意解決企業所碰到的一些問題 既然你都說拉到高雄了 那我就要問 身為一個高雄市民最好奇的問題 如果啦 如果待會這個直播結束之後 你就當上市長了 你第一件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吃汕頭火鍋嗎 就你第一個最想要 不管是政策要 或是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最想要做的 我當然就要上工嘛 工作嘛 然後組織一個有政府會做事的團隊嘛 然後來替人民服務嘛 因為我現在在選舉還是很忙 然後也還無暇去想到說 選上怎麼樣 但是總是這個當選還是 才有機會能夠替人民工作嘛 所以當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組織一個會做事的團隊 然後沒有任何黨派的考量 你在地優先專業優先 這個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地優先專業優先 對對對 因為其實一般的 像我在行政院工作的經驗嘛 很多其實他不必然他是民進黨籍的 民進黨籍還是少數啊 真的有些人 專業的政府團隊裡面還有很多的文官 其實是表現非常優秀 所以假如符合這兩個原則 其實不太需要去注意他到底是哪一黨啦 包括激進黨 包括其他黨派 像國民黨假如有人才不錯 我覺得 為高雄做事 對 為高雄做事其實是比較重要啦 那當然更不用說有任何派系的這些考量嘛 我在當代理市長的時候 我用了一個大家覺得還不錯的人選 叫高建森秘書長 他原來當時是主計處的處長 本來我跟他見面的時候是想說 他可以當副秘書長 他那個時候也許是國民黨的啦 我也搞不太清楚 我說在用人的時候不會去考量他的黨派 那你讓這些優秀的文官有機會 他就會覺得說在這個團隊裡面 他那個工作 至少他的表現不會被埋沒嘛 自然而然你就 你的人才他就願意 來跟你一起打拼嘛 所以我覺得 黨派不是最重要的一些考量嘛 最主要是他的能力 他的專業 他的熱情 其實是很重要 那可是接下來就是說 因為高雄很尷尬的一個點是 我們剛好經過了這個 空白的一年多嘛 對對對 我們就不提那個不能說出名字的人 那個省略啦 對對對 但就是說 那現在啊 現在你覺得高雄現在最需要推動的是什麼 因為各方 當然各方各面都有啊 但我覺得你可以 就是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就是說你自己選一個 你自己很想要做的 某一個 我覺得還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是最重要 我剛剛講嘛 這個 現在是台灣的時刻 對 我希望說 接下來兩年是高雄的時刻 台灣的時刻是 這個AIT的立處長有一次在吃飯 因為防疫的工作 我們跟美方有緊密的合作嘛 那後來就有一次 大家聚會的時候 他一直在講這句話 就是說現在是台灣的時刻 那不管在防疫 或者是在整個全球的產業的佈局 台灣其實都是有非常好非常好的機會 對 那 我在行政院工作之後 我覺得在高雄至少 在很多的產業的佈局裡面 高雄其實有很好的機會 我們要承認啦 我們現在在很多的產業的佈局來講 我們是後段班 現在至少在高雄 高科技半導力產業我們都跑在後面 對 我們不能說 我們都所有東西我們都最強 我們有我們的缺點 對 我們也有很多我們的優勢 所以我們要利用我們的優勢 創造更多的機會 對 這個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譬如說 其他的城市 他的其實他的土地 他的工業區 科學人區大概都已經滿了 我們在喬科未來馬上就有一個地方 所以我說我們 這個雖然在這個產業的佈局 來講我們是後段 在台灣來講 但是我們可以後發先制 對 因為我們現在有喬科 那我們有很多的這個 產業的這個供應鏈裡面 台南高雄 原來也許在半導體產業是在後段班 但是未來我們就會成為前段班 所以我當然在講後發先制 彎道超車 他的道理其實是這樣 所以台南跟高雄未來的這個科技走廊 以後我們絕對是全球最有價值的半導體產業居落 所以我們要加快我們的行政程序 對 你不管在 喬科的科學園區的建構 或者是說 在我們的人物產業園區 到 或者是在我們在講的 也不是只有 要發展產業 不是蓋園區 你就是在 我們的傳統產業 你要讓他更有競爭力 對 那你就會走得更前面 不然你只是一堆蚊子園區 對 對 所以我希望說能夠後發 高雄的產業能夠後發先制 能夠在這幾年能夠快速的數位轉型 然後加強我們的競爭力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再囉嗦一下 因為不能講太多產業 OK的 像我們的日月光台郡跟國聚 這三家大概是投資高雄最大的三家廠商 國聚是在被動元件 那其實在這幾年 尤其最近併購了幾家 很有競爭力的美國的大廠 他其實在被動元件 國聚也很強 對 那台郡那更不用講 新廠都蓋好了 新廠都蓋好了 這個投資也達到兩三百億的規模 所以這些大黨投資高雄之後 這個我們 我們 以後絕對是在整個製造業跟 我們的半導體的製程裡面 我們絕對是會領先其他的 城市 或者是他領先其他的國家 我們會在整個供應鏈佔有非常關鍵性的位置 全球的供應鏈 有信心 有 OK 有政府有信心 好OK 我們來先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 我們兩分鐘之後再回來 好 高雄有好吃的美食 溫暖的陽光 滿滿的人情味 還有便利的大眾交通工具 騎乘Seabike 穿梭在高雄大街小巷 或放鬆心情搭乘高雄市公車 高雄捷運 輕軌 遊玩高雄 現在正是時候 跟著我們到高雄輕鬆遊 好 喂 小鎮 你在幹嘛 聽音樂啊 怎麼了 放暑假好無聊喔 我在家都快悶壞了 那要不要出去走走啊 要去哪邊啊 妹你在忙嗎 我在講電話 小鎮 等一下 等一下打給你喔 好 哥 怎麼了 來來來來 你看這個 蓮池潭運動的水 水上潭跳嘉年華 喔唷唷唷唷我超有興趣的 我也超有興趣的耶 高雄市觀光局七月推出 高雄蒸水系列活動 以蓮池潭艾河 其經三大水域 作為六大活動主場 運動的水 蓮池潭安排 蓮潭親子清水遊 水上潭跳嘉年華活動 時間是從即日起到八月三十日 可以玩水上弹跳 趣味投篮 水上格鬥竞赛 或是适合亲子同游的 亲子滑水版溜滑梯哦 太好了 我可以约小珍一起去 可是小珍不会骑机车耶 没关系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很方便哦 从高雄捷运左营站 搭乘高雄市公车 红51A 红51B 就可以到达莲池坦哦 太好了 那这个暑假 我们就可以去好好的消暑一下了 高雄轻松游 轻松游高雄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单会 及高市府新闻局提供 欢迎回来子余生活234这段时间 我是朱麒麟 张博洋 张小博 今天第三节了 这个还是再次的介绍一下 今天的重量级来宾 高雄市市长参选人陈奇迈 大家好 我是陈奇迈 正在线上跟你聊天 OK这个 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 跟听众朋友报告 我们都在靠谈 跟他说 我问你家庭 你一直跟我说政策 我就想到那里去了 但我这个必须要称赞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好 因为我们高雄正前是怎么要罢罕就是因为说 不小心讲出来 是怎么要罢罕 这个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太习惯于说政治人物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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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觉得现在的高雄是需要 正在一个修身养习的阶段 所以我其实在你还没有来之前 我都一直跟听众朋友表示说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可能讲话的比较没聊 比较没储味 但是他是严谨做事的人 对 那我觉得就是 你其实虽然会很容易聊到政策 但我觉得现在高雄需要 但不一定啦 因为看 你知道就是要让旅人脱下外套 也要看北风跟太阳 我感觉就是说 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人 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那个蔡英文总统在 2020年选举的时候 因为他要辩论 对对对 我也是辩论小组的成员 我就常常提醒他 说你不要一直讲政策 你应该要多聊一下说 你的感情 或者说比如说对台湾 他有什么想法 我也蛮想知道他的感情 结果我自己在选举 我的幕僚都跟我讲说 你越来越像他 这个是缺点 我要改进了 其实 但是因为 高雄其实很需要说 能够马上 快速的转型 所以要有 很快的能够进入状况 能够要 知道问题 解决问题 就像我们在防疫一样 对 我们其实 被苏院长这样训练完 其实 就很快的 就要能够 在执政上要展现效率 所以我当市长 我大概这个毛病 大概会改不了 我是希望说能够赶快做事情 因为你接下来只有两年 对不对 你是这次喊出所谓的两年 两年拼四年 还有光荣投三次 光荣投三次 两年拼四年的意思是说 你准备要来冲就对了 因为我刚才说经济实在很要紧 我是很期待有机会 把我中央的经验 跟对三业的政策 以防说能够中央的地方 能够无缝接轨 能够很快的来解决 高雄产业的一些困境 能够赶快来解决 因为这一年多来 其实在产业上 其实相对来讲是 是比较 大家觉得 说得快就 反正这一年不知道在做什么 要快就快 所以包括国具 对国家高科技的大厂 大概都跟他们有很紧密的接触 希望说他们能够赶快来投资 所以像日月光或者是国具 他们都要到桥头科学院去加码投资 所以我们大家的钱都准备好 要加码投资 技术也准备好 那我们就要解决他们无缺的问题 赶快帮我们高雄的产业能够翻一翻 那更不用提说 你一些新创业者 一些软体 5G或者人工智慧应用服务 像我们在防疫 嗯 又说话讲话 说在高科技的防疫 大数据 嗯 像影像啊 对 或者是疫苗啊 等等 这个我们都希望说能够有好的 这些投资的机会 以后可以投资高雄 让软体的人 5G应用服务 人工智慧应用服务 交通医疗 嗯嗯嗯 这个政府的一些公共服务 其实都有机会 嗯嗯嗯 好 那我接下来进入这个问到宝 就是快问快答时间哦 那你准备好了哦 来第一题这个 因为我在脸书发文 问大家有没有对你想要 有什么问题想问 第一题 陈冠荣说 你觉得真实的 你比较像暖男还是肥宅 我其实自然而然碰到市民 民众都会比较 会有感觉啦 因为你有互动 你会有感觉 那这我不能自己说怎么样嘛 就是外界对我的评价 不要害羞 但是基本上 我在工作的时候是一板一眼 嗯嗯 感觉就出了 在在行这边工作的时候 我们待会请幕僚发表一下意见 跟书院长工作 这个 这个我们是轻轻轻轻 穹穹穹 我大概就比较不会 不会是暖男啦 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工作狂 当然啦 工作态度很重要 工作狂跟暖男大概会比较不一样 对 但是跟一般的民众或者市民朋友 我就是私底下就是我的个性 碰到猫 爆猫 我们家的猫在在直播的时候 他我不会去把 我不会去把猫抓来说要表演 这也不是我的个性 他就自己会来 那所以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互动 OK 那 嗯 其实我满感谢很多 朋友很支持我 尤其落选以后 他们都觉得说 你起码有够串的 老蒜很串的 你那时候有很难过 你有躲起来偷哭吗 哭是没有啦 抱着老婆哭 不会不会 哭是不会啦 但是难过一定会嘛 只是觉得说 啊这个 你知道就好像追你朋友没追到嘛 这个就苦练嘛 那你那时候 那一个礼拜都在干嘛 你那一个礼拜都在干嘛 就是若選 1 1 2 4之后那一个礼拜 没有就是在反省说为什么选输啊 OK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还真的是期待说韩市长因为选输 我也想说我不见得有机会再选 所以希望说韩市长能够真心期待说他能够做好 真的 太天真了 你好善良 所以这一段是 跟高雄来讲也不晓得说真的有机会再回来参选市长 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不不不不不 我到6月6号包含投票前我大概都还 因为他在忙防疫啦 对对对对对 没有时间想那么多 也没有想到说有一天 哎那么多人会出来投票 真的把一个直下市的市长 嗯嗯嗯嗯 大家对他有一些 真的用选票就决定 所以我他有机会回来 嗯嗯嗯 对我说我蛮珍惜说有在高雄重申的机会 哈哈哈哈 其实真的蛮多人都跟我讲说你现在跟2018的那个成绩卖差 就是差很多 就是不管是呃讲怎么讲 就是说你可能你上节目的反应啊 或者说你可能会让就是说去压缩那个不要一直变成政策控这样子 可是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个时候的自己 就18的自己还是现在的自己 啊我应该是这样讲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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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密密麻麻的清單 我真的是這樣 我的個性是 你那樣好像握心長膽的那種感覺 然後一項一項把它解決 我們對農民照顧真的是不夠 所以我們的農民退休制度 青年呢 我們現在大學生的租金有補貼 在學校外面我們現在在做 單身20歲到40歲的就業青年 原來是要結婚才有補貼 我們現在開始補貼 這個都是我當時候弄的政策 在行政院弄的政策 然後社會宅 我們怎麼樣讓我們的年輕朋友的社會住宅 能夠加快我們新辦的速度 不管是租金補貼 不管是這個有一些真的是 確實是需要一些勞工宅 我們就要落實蔡英倫總統的政見 或者是對一些進步價值的一些議題 我們在行政院的工作 我們還是要堅持我們的一些理想 所以一項一項的來解決 修正解決 或者是老車的問題 我們這樣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在很多的一些改革上 當然會有一些明言 我們就一項一項把它調整過來 來下一題 這個 下一題是 我剛剛想到突然忘記了 下一題是這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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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我想到 朱莉莉 特別想要請我問你 這一次的補選 有沒有遇到什麼特別印象深刻的人或是 這一次的補選非常短暫 讓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或者是 或者是人 比方說快樂電台主持人 好 你說 Angel嗎 Angel嗎 我是其實 因為每天我都要跑很多行程 對對對 其實對我來講是 是很好的經驗 所以我的行程還是排很多 嗯 我在那個大社的果菜市場 就碰到我上次在選舉的時候 一個很熱情的阿嬤碰到我很鼓勵我 因為她的她的她的其實她的耳朵不太好 那這次又特別又找到她就非常開心 她一直給我很多的鼓勵 我其實政治人物的動力 其實是來自於民眾的熱情 所以都會有很多很感動的故事 那也都一直在每天每天都在發生 我都會這些事情 所以那一天誰就跟我講說 你在起慢你在選舉不要又掉眼淚又什麼 其實是真情流落 我都其實很謝謝他們 然後在這次選舉很多支持我的人 每天都幫我發傳單 我都很感動 你要叫我找一個人我還真的找不出來 要找一群人 我三天三月我都講不完 可惜我們剩最後兩分鐘 最後一題我自己想問 我那時候沒有答應要當你的發言人團隊 你有沒有心裡覺得高吸引 我就是覺得就是怎麼會覺得 這個人這樣竟然敢不來當發言人團隊之類的 因為每個人在想事情一定有一些盲點 我後來覺得說你們來當發言人也好啦 因為你是一個會 我那時候的考量是站在就是說 我必須要幫市民去監督每一個政治人物 所以我其實不適合加入任何一個團隊 這樣好保持距離 這個以色安全 沒有我是怕被你討厭 所以特地一定要問這一題 不會不會不會 我覺得小柏在 我一開始講了 我覺得很不簡單 我是很佩服你 感謝 我應該算是你的粉絲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真的不要因為說 這個我要選市長 你沒有要選市長 對我沒有要選市長 對 這很不簡單 你要做自己 能夠往前衝 那給我們很多的證言 好聽難聽都講 我覺得OK 很好 OK 好最後30秒 感謝麥麥今天來到我們的這個節目 那也是非常謝謝 線上臉書收看的朋友 還有這個 我們山上傳台灣 收聽來聽眾朋友 那最後面的秦麥 就跟我們這個聽眾朋友說聲掰掰 我們今天結束今天的直播 謝謝大家815要記得投票 讓投高雄一票 謝謝 OK好 那這個再次感謝新麥候選 那815的時候就是 很給你歌票 要努力 要努力 對但 作為一個歌唱市民 我很希望就是說 重點不是815 而是815之後 帶給我們高雄的一個新的建設 這讓我們承認很重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新麥掰掰